二、一 耶 祝我们龙门飞奖票房传红 我觉得李源杰在这几年来 这段时间很长几年来 他在好莱坞跟世界上的很多不同的导演跟制作 参与他们的一些过程里面 有不少经验是我们在作为华人的电影是没有的 所以就是他带给我们的很多 过去在这个时间里面 不知道的一些故事跟一些细节 他给我们很多想法跟很多可能性 我就感觉到李源杰跟过去我认识李源杰 他已经是一个比过去更有经验 更精业而且更有想法的一个 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他不当导演 他还是演员 是一个目前的一个人 可是同一时间他也在各方面的 他也很多工作 也很多一些帮人做事情的一些计划 我希望这次合作之后跟你连结更多的 再想一些有意思 有趣有意义的东西一起再继续合作下去 其实不管在客栈或者是在沙漠里头 我是真的第一次攀在一个男人身上 很像一头豹一样在他身上转 那也很印象深刻是他扯着我的头发 我整个人飞起来的一个打戏 很谢谢圣剑 因为他真的给我很多的帮忙 我记得我以前拍学生片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那是我的本色演出 那这次又拍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 老爷也觉得这是我的本色 那我觉得可能我真的是一个挺复杂 也很多可能性的人 那我自己也很期待我未来还能什么样子 其实这个造型我真的非常谢谢西中文老师 因为我刚开始也是跟小轩一样 不知道那个角色该怎么诠释 就是老爷给的指令非常的抽象 就要妖娆又要霸气 那所以我一穿上那个戏服 然后脸上刺青脸涂黑 包括我编了长发 就是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像在异族 在抑郁里面行走的一个女生 所以衣服跟武打动作 都的确让我有一个灵感 好像一头爆 有哪个意义的是像这样的 后来是参考神的 我后来没有参考神 因为我觉得参考神应该都不是老爷要的吧 所以就自己想咯 主要是用什么传统吗 主要我去想那个角色 整个故事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然后把那个心里想的真的把它放在心里 所以会比较摸不透一点 老爷教得很好 老爷一个人可以分事多角 所以他就会 这边演一演那边演一演 这边演一演那边演一演 那我们就照他的指示 然后去发挥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看了电影了 所以我就是只能佩服老爷 然后相信他我就觉得这就对了 那哪个你之后还敢再接有雨霞片吗 因为这次练得这么辛苦 我还会想再试一试 我也会 但是我想要拍老爷的 我觉得我们真的使劲浑身结束了 对 因为在沙漠里头 不管环境气候 再加上体能 真的都是我们平常没有过的经验 那当然我们也累积很好的情谊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群人 好朋友走过来了 我记得我们杀青的时候 那个杀青会 然后就看那个纪录片 说我们杀青了 当时坐在我旁边的周勋 就开始哭了 我说你这么 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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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惨吗 我说你要哭 然后到了贵人美上台 讲两句又哭了 证明很辛苦 不过我觉得谢谢 谢谢各位 目前幕后的人 来做这件事情 我希望这个戏知道 其实我们所有的演员 就是在拍完戏 包括老爷都病了 那我连杀青酒都没办法去 因为发高烧 那当然那个哭 可能真的就是 也舍不得这帮朋友 不知道大家还能 什么时候再一起拍片 然后另外一个是 真的很感动 是我们一起 真的是一起完成了这个事情 对 我在拍的时候 就一直觉得 这个跟我过去拍戏的经验 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在简洁到后来 在我第一个看 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 所以我不能够当我以前的 两地电影是 这种经验来判断这部电影 所以后来我一直都很 很想知道 每人看完之后 是不是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直到现在来讲 我还是觉得 我们如果进入这个 3D的这种技术的 这个领域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是 跟两地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们要 要从一个 很新的基础 去想这个事情 感谢您的观看